你以为它是个iPad 实际上它是个显示器 粉丝送我一台苹果iPad一代 拆着玩 大概十年前的设备了 也没有维修价值了 我们拆解 看能不能改一台小显示器 当电视用 首先撬下屏幕 这个非常的残忍 所以这袋掐了 拿下屏幕 它的屏幕呢 通过这种金属倒钩 卡在后壳上 左面有一排 显示屏的连接座 光线感应器的连接座 这里是触摸的排线 看一下主机 首先拆下它的尾叉连接排线 天线连接座 上面还集成了WiFi蓝牙模块 非常的小 拧下主板所有螺丝 断开耳机插口的连接座 这里还有一个天线的连接座 断开 断开开机音量静音连接排线 这里还有一根天线窥线 拿下它的主板 还需要断开SIM卡的连接座 下面还有扬声器的连接座 主板拿出 这个主板还能拔开 先看一下这部分 里面有个集成块 两个电杆 上面都是一些射频 通讯模块 还有信号连接座 那么就是它的3G通讯模块 扣开主板的屏蔽罩 看一下主板 SIM卡连接座 触摸连接座 一颗博通的芯片 下面还有一颗德州仪器的芯片 然后两颗三星的闪存 继续往右是它的苹果A4处理器 和苹果4手机的处理器等级相同 然后显示屏的连接座 3G模块的连接座 开关机连接座 背面一些电感电容 上面有一颗小苹果 这里是它的电池触点 接下来拆下它的电池 还是先拿下它的扬声器吧 双声道的小音箱 下面还有一个天线 应该是负责蓝牙的 继续撬它的电池 加热背部之后呢 把电池撬下来了 电池非常的软 粘得非常的结实 3.75V 24.8瓦时 那么大概就是6600毫安时 基本上空壳了 这里还有一个天线 这里还有一个FIM卡连接座 卡座拿下 好 拆解基本上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研究它的屏幕 改一个显示器 这根排线呢是屏幕的显示和背光灯连接线 拔出 接下来拿出我为它准备的液晶显示器驱动版 支持音频输出 VGA DVI HDMI 12V供电 联勇的液晶显示驱动芯片 这里还有一颗DTA7496双声道音频放大器 还需要一块背光灯驱动版 主板的按键 iPad屏幕连接线 直接插到屏幕连接座上 这边呢接到显示驱动版上 平灯输出 这里还需要接到主板上 平灯供电 给它一个12V的供电 通电 开机 显示的是无信号 还需要给它一个视频输入 用华为手机加一个转换器 给它一个信号输入 OK 可以当显示器用了 手机投屏呢没有问题 还差一个小音箱 要不没有声音 接下来我们组装 把这些电路板呢全粘在后盖上 装好扬声器 然后接四条延长线 扬声器呢需要用到支架 然后在这个位置打个洞 好 不够快 再来一个 现在视频线呢就可以传进来了 然后加长一下音频线 现在音频线呢也传出去了 接下来就是连接外面 粘好按键 下面为了绝缘呢加了泡沫 左右声道呢焊好了 最后看一眼内部 装好屏幕 组装完成 这个我没有3D打印机 做不了后壳 等以后有条件了呢 一定要搞个3D打印机 插上供电 已经开机了 无信号 接下来测试连接手机投屏 接上无线投屏器 HDMI接收 还不下位 不踩风堂镜 乃是前科举人 案例是不需要位 还可以接到硬盘录像机上 当显示器用 住家院子 还可以当电视 最后呢还可以当电脑的显示器用 白天呢屋子里反光严重 本期拆解 改装呢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呢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 展示器用 下期见 最后的 komen 转发 不能